如果腐蟹的病时比较长了 一般我们比如大于两个月 我们成为慢性腐蟹 那这种情况呢 一般是建议病人做个肠镜 要排除其他的一些气质性病变的 比如说近期内有消瘦 或者是民血的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 再一个呢 就是如果发现大便里头有浓有血 那这种情况下 就是务必尽快的要做结肠镜的检查 要排除一些肠道本身的疾病 否则呢 可能会耽误病情 对身体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危害 或者是误诊的一个情况 再有呢 就是说对于长期腐蟹的这种症状的 那么每一天呢 建议一定是要观察自己的那个大便的情况 大便的有腐蟹的情况呢 有没有跟以前不一样 大便的性状有没有不一样 或者大便次数有没有增多 还有呢 就是大便前后呢 这种症状上呢 有没有跟以前不同 如果呢 跟以前有变化了 比如大便性状有改变 发现有浓血了 尤其是病人出现这个大便前后肚子疼啊 或下坠啊 这种感觉 再一个呢 就是有精神呀 或者是这种乏力呀 这种症状了 尤其是出现贫血的这种情况 所以建议也是要进行结肠性的检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